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 朝韩运动员手持半岛旗一同入场的画面 成为近年体育盛事中的精彩瞬间 朝鲜体育省副相袁吉宇是这一幕的直接推动者 也是重要见证者 近日他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未来北南双方愿意组建联队参加东京奥运会 奥运会是愿意组建立的 мин众感情的结果 那儿我们 我们的岳瓶和日本代表 与球银屋参加鈴 与毛似国的改参 所以我们将国家的手掌握 一起来的意志 从2018年开始的数字朝韩体育会谈 袁吉宇都是朝方的谈判代表 促成双方的种种体育交流 包括朝韩双方在雅加达亚运会上 共举朝鲜半岛席入场 在平壤举行篮球赛 并就双方组建联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在奥运会上共同入场 以及共同争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等问题 与韩方协商 针对朝韩将联合申办足球世界杯 及奥运会的传闻 袁吉宇回应称 这是由国际组织决定的 不是由北南朝鲜双方决定的 2019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 当被问及中朝两国 在体育交流合作上有何动作时 袁吉宇称 近年来朝鲜向中国天津和江西方面 组派了体育代表团 中朝运动员在平壤 北京 中国东北三省等地 进行的体育交流 会比2018年更为活跃 我们韩otros 中国 dominance 大陆ingen sağ鲜向 曾经 twins 中朝鲜向 子组赛 廉拗正在 除了推动交流 体育部门在国内建设中 也发挥重要作用 袁基瑜表示 朝鲜体育部门致力于 用家计鼓舞全国人民 在生产活动中取得更大成就 所以200多个费贷 所以接下来 在第32次奥运营业 准备商业的发展 谈及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 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 朝鲜的目标时 袁基瑜称 作为运动员 能够参加奥运会 本身就是最大的荣幸 这才应该是最大的目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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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